我最近廣播訪問的一位法國人 那他已經取得臺灣籍 他叫吉雷米 那這個吉雷米他喜歡慢跑 他說他已經在臺灣半馬 全馬超級馬拉松 他已經跑超過三百場 他說他是靠獎金活的 他有一天去跑的時候 他說他從來就沒有碰過那個鬼魂 結果他說他有一天 因為他這一個人在跑 在練習的時候 他忽然在後面看到一個女生 在山林裡面很暗 他看到一個女生 然後穿白色的 然後頭髮上來 他說他嚇死了 他轉頭過去看 那個女生在 而且跟著他跑 但是他說他過了隧道以後 不見了 女生不見了 他說那是他唯一 這一輩子碰過的一個靈異 你相信那是靈異嗎 這一種經驗我們聽到非常多 訪談的過程非常多 請參考這是呂鳳茂老師 有作序的 你剛剛講科學嘛 就是說其實讀宗教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你必須認識一個 有一個心態 未知永遠比已知的大很多 未知永遠比已知大很多 這同意 所以人類才要不斷地探索 那所以這位是謝仁俊醫師 他是腦神經的醫師 然後他有很多是醫學 沒有辦法解 沒有辦法處理的 然後他去做了一個田野調查 有關於靈療的部分這樣子 對 那所以你剛剛講說 有沒有腹靈 顯靈 這些東西 這本書裡面是其實還蠻多的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那剛才老師說的那個 那些所謂的靈異經驗 就看你要用什麼角度去看他 那如果你用像很多的道長 都是用很悲悯的心情去看他 都是希望能夠幫助他這樣子 我對你這部電影裡面有一句話 就是善良是最好的符咒對不對 我想那句話會是一個很重的 一個打動人心的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應該講說力量吧 我這邊可以分享一個故事嗎 請說 忍不住就當成那個主持人要強調 有一對 這是真實的案例 這一集我比較輕鬆 這是真實的案例 這是我的我上課的 我跟他上課的一個老師 我就顧隱其名 然後他是他有一對朋友夫妻是北港人 然後本來這個父母是 爸爸是葬在北港 那因為他們在臺北 就是發展得很好 就想說把父 把爸爸的那個這個骨骸 牽到臺北來 他方便比較容易去祭拜這樣子 對 而且是給他買了地公 所以地公就是說 他是骨灰變成一個骨灰翁 對不對 他不是放在塔 他是埋在地上的 這是地公 那個是比較貴的 結果埋下去之後 就都做完之後 他其實是一個孝順的一個心情 但沒想到大概不到兩年之內 他的孩子在英國就是發病 然後他的先生在臺灣也發病 那另外一個在美國也發病 那所以他已經覺得這次沒有 都是先去看醫生 可是都覺得是不對 就查不出是原因來 所以他就拜託我的老師 那我的老師就說 那先看祖坟 你知道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先從這邊 左手這樣 就去看 根本還沒有打開 他只看到那個那個痕跡 他就說完了 你這裡面全部泡水了 結果就把地公那個 地公那個整個打開 真的泡在水裡面 對 所以後來他說怎麼辦 他說那要趕快遷走 所以他們最後還是決定 遷回北港 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那那個賣 賣這個位置的這些 所謂的殯葬公司呢 就說很抱歉 那這個先生就說 那我們這個不要了 我們賣回給你多少錢 這樣 他說賣回給我們的話 我們還會再退 你知道一百多萬 這樣子 對 然後這時候太太都沒有講話 突然談到這裡的時候 太太說 我們不退 你把這個封起來 不要給任何人 我們今天受這個苦 這個地方會進水 這個就是販糧 我們怎麼忍心 讓別的人 也遇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說 這筆錢我們就認了 你封起來 你一定要答應 我們封起來 不要賣 後來呢 他們就 就拜託老師 幫他在北港 又安葬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先生就很緊張 他說 老師 這樣紅水都好了嗎 都不會有事情了嗎 他說 你都不會有事情 因為你的太太 你娶了一個好太太 他一心的這個 他一個善念 所以叫做一善破千災 一善破百劫 所以他這個善 會讓他後面的這個 一路順遂這樣子的 所以他提到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 善良是最好的符咒 我用這個故事來呼應一下 導演的這句台詞 我在寫這個台詞的時候 也是一個靈感來的 我覺得非常棒 善良是最好的符咒 這真的是 好 那麼這個美人 他去讀政大宗教研究所 你當時怎麼會想要去報這個所 好 我是先 這個上了一些課 然後呢 我們有個好朋友 叫索菲亞 然後他就說 那當時我有在宮廟做很多服務 我是台灣媽祖聯誼會的祕書長 我其實對這些東西不是很熟 也不是很瞭解 那只是因為有一個名在那裡 那我就想說 有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更精進 所以我就上了一些的課 然後遇到索菲亞 剛好跟我聊起來 他說 你應該來報宗教研究所 我說 那要考世界宗教史 還要考這個宗教英文 還要考國文 那就是他要讀很 要考試這樣子 然後你就準備嘛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準備了大概半年 大概準備了半年 然後去考試 那我就一直認為說 就像剛剛鄭大哥講的嘛 政治還是什麼 廟室 第一政治 第一廟室 對我來講 我的想法是 選得上服務人民 選不上服務神明 所以人民跟神明 是我覺得 余生可以盡力的地方 那所以我覺得宗教是可以 這個不斷地可以鑽研進去的 所以我當時就決定去讀 去考這個宗教研究所 我還記得我當時是疫情 我去考試的時候 還要還要排隊 還要那個對很多資料 然後我一過去 他就說 他連抬頭都不抬頭 那個政大的學妹就講 疫情期間 家長不可以陪考 不是考生 還蠻可愛的 那後來就也這個很榮幸 這個可以成為老師的學生 然後在政大宗教研究所 真的學習到非常非常多 非常鼓勵大家來讀 政大宗教研究所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收聽聽 請要幫我按下訂閱鈕 Jama小鈴鐺 alumni 讓啊 等等 感谢观看